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欣欣 近年在我们农村可能也出现了很多的违行的孝顺 大家都知道孝顺老人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所以说给人的感觉 就是说有的家庭表面上看上去很和谐 但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在农村可能有很多的老人在外面打拼 他的子女就在家里面享受吃喝 这样给人感觉可能家庭的表面看上去非常的和谐 而且家庭氛围非常的舒服 其实让我看来像这种家庭 它就是对老人的一种微笑 为什么说是微笑呢 老年人到了一定的程度 到了年龄以后可能身体上有很多的不适 不适以后还要上外面进行打拼挣钱 回来孩子们在家里面 虽说是给老人吃好吃喝 但是想一想你年轻人到了一定能够自私其利的年龄 还在家里面啃老 你这种孝顺是孝顺吗 所以说这种现象也是一种微笑 在家庭中的年轻人 一定要想着为家庭的老年人要分担一些 即便是你自己个就是说是不愿意去打工 也要想一下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了还在外面打工挣钱 自己应该不应该在家里面呢 我觉得呀应该作为年轻人来说呀 可能就是说看孩子呢也是一个比较累的活 但是对于打工来说呀还是会好一些 应该对老年人呀更多的照顾 让老年人在家里看孩子 我感觉是比较合适的 年轻人应该把自己就是说走向社会 去打拼自己的事业 这样才能更好的养活你的家庭 所以说呀农村这种现象呀也是特别的多 就是老人在外打工 孩子们在家里照看小孩 然后吃喝完了 我感觉这种不是太好的 给人感觉就是表面上的假象太好了 就是非常的微信也非常的协调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如果是有其他的这个看法 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今天心情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